中共二十届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出炉了 习家军亲信入场 团派全灭 这令外界跌破了眼镜 也显见着习近平不顾外界眼光 一意孤行的做法 另一个引发议论重点 还有中央军委会的名单 武统派获得的重用 恐怕会推升台海的危机 习近平走向了独裁 中国却面临着疫情 经济 外交 贫富差距 人口老化等等各种的困境难题 如今整个政治由一群对习近平 唯唯诺诺的男性组成 他身边没有人敢说真话 分析认为说他的第三任期挑战艰巨 中国恐怕会奔向贫穷 闭锁 专制的未来 但是同时这也代表着习近平 接下来想做什么 中国内部无人能打 对于两岸关系是一大警讯 中国史上最唯唯诺诺的领导阶层诞生 由习近平领军六名政治局常委 已自排开 无一不适习近平亲信 李强同志 里亚 伙伴李强 赵乐际同志 王沪宁同志 蔡奇同志 丁薛祥同志 李希同志 一军突起的习派人马 包括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浙江温州出身 他最重要的经历 莫过于曾是习近平担任 浙江书记时的秘书 听话又能贯彻习近平意志 但李强高举党中央 坚持动态清零的政治旗帜 上海严格封城 不仅引爆民怨 也害惨企业陷入瘫痪 冲击全球供应链 中国经济更停滞不前 今年四到六月的增长率 比美国还要低 明明没有任何国务院经验 却跃升成为二把手 倘若李强明年接手李克强的位置 将刷新中共官场历史 而获得习近平青睐的 还有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两人早在福建结缘 是习近平的长期助手 但2017年蔡奇进铁腕 发动驱逐低端人口 强拆城市边缘的廉价住房 标面上是排除安全隐患 却是北京基层工作群众 立即减少三四百万 许多北漂族一夜之间无家可归 连带导致雇佣他们 做快递员 清洁工和建筑工的企业 产生严重缺工问题 民怨沸腾 新的领导班子 全无非习派容身之所 现任常委王沪宁 赵乐际 本就与习近平亲近受到重用 三朝国师王沪宁人称中南海首席智囊 全力打造习近平中国梦巩固极权体制 他的留任象征中共延续强硬政策 可能接任全国政协主席 主掌意识形态和理论建构 负责政治协商和统战工作 赵乐际同学 常委排名从上届第六升至第三名的赵乐际 仕途一路顺利 从15年前以陕西省委书记 全程陪同时任常委的习近平视察 到2012年主管中共中央组织部 十九大后至今继续担任中纪委书记 也是打贪腐的主要操盘手 而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丁薛祥 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一个没有地方经验 一个缺乏中央历练 只靠忠诚便长驱直入党中央 此外探开新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 同样令人跌破眼镜 两名军委副主席双双打破年龄限制 包括身经百战的张又霞 已高龄72岁 何卫东则早在2019年 借满副战区退役年龄时 升任东部战区司令员 不久前转调坐镇军委联指中心 两人军以一线实战经验渐长 反映习近平在二十大的国防图谋 你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的国防图谋 你认为习近平真的认为 平静的练习会会发生吗 不 完全不是 如果他做的 他不会参与最终的 最终的军事军事军事 最终的军事军事 最终的军事军事 其中何卫东长期待台海前线束手 负责规划作战计划与训练作业 近来扰台的包围式军演 正式建立在何卫东的规划基础上 引发国际抨击 加上中共党章首次纳入反台独 对台以战逼统可能性大增 面对新更城上的新挑战 新讨厌 我们必须高度警醒 永远保持赶讨的情景和谨慎 习派主要竞争对手 共青团派遭到团灭 代表中共内部改革派国际协调派全面溃败 不看能力不管年龄全靠为命适从就能扶摇直上 外界推测习近平五年后还想继续连任 因此想方设法铲除一己 假如下一步继续清算团派与党 胡锦涛今后恐怕很难再公开露面 习家军风光烈队 代价就是风险升温 就算习近平推动的政策不明智 一群只会听话的跟班仍会执行 想改变重大瑕疵的决定 难上加难 等到出错为时已晚 中共丧失纠正错误的能力 支持多元讨论市场导向政策的官员 遭到边缘化 政治局甚至连女性面孔都没有 更糟的是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的红利 已逐渐被习近平团队挥霍一空 习家军没有一个真正懂经济 专家认为想靠外行拯救民生 根本是异想天开 习近平一言堂式执政 可能步上普丁后尘 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 震惊他国加速与中国疏远 不愿分享权力 也可能加剧党内斗争 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困局 风雨飘摇 习近平一人称霸独揽大权 看似威风凛凛 就怕爬得越高 摔得越惨 深陷独裁者陷阱 无可自拔 美国总统拜登 今年八月份 在签署晶片法案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晶片产业的未来 是要美国制造 或许有人觉得 拜登的做法 有点像是川规拜随 但如果说 您把时间拉长来看 从拜登他在担任 欧巴马副手的时期 来解释的话 如今他所采取的对中政策 何尝不是在落实他当年 他跟欧巴马所谓的买美国制造 美国再工业化的计划呢 可是呢 现在你把半导体当成武器 前置中国科技发展 希望抢回晶片产业霸主的宝座 是否真的能够那么简单的就实现 这对于全球的科技发展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 为大家邀请到了 Digitimes电子时报的 黄庆永社长 宝慧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社长是我的台大博士班的老师 我很尊敬他 社长对于半导体界 可以说是 对我来说 它是一本百科全书 所以我现在就先请教社长 您怎么看 这是半导体武器化这件事情 日前已经有媒体在指出了 他祭出了 美国是祭出了最强杀手来形容 拜登现在在防堵中国 他们科技发展上 所做的种种的措施 那么这些措施 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会造成中国他们的内伤吗 其实美国采取现在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三支箭 第一个就是 它禁止AI跟超级电脑的晶片 卖到中国去 第二个它禁止16奈米 14奈米以下的技术 卖到中国去或设备 第三个就是禁止 拥有美国籍的华人 或者其他国家的人 在中国大陆提供技术上面的援助 我想这已经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为什么美国 美国的白宫或美国的政府 他很清楚的知道用这种方法 可以对中国造成威胁 或者是我们讲的卡脖子 他为什么知道七寸要害在哪里 就是他对于专业知识的尊重 跟理解是很深刻的 第二个就是说 当美国政府高呼 要重新回来 掌握美国供应链的优势的时候 为什么企业也愿意配合 这牵涉到整个国家的 短中长期策略的问题 平常彼此信赖的问题 还有国家战略的问题 我想大家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以前英国的首相丘吉尔 他带领英国跨过二次大战的困难 还有一句话很有名 他说过去四百年 英国之所以能够引领风骚 过去四百年 英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国家战略 就是避免低地的国家 落入欧陆大国之手 欧陆大国是打两个国家 就德国跟俄罗斯 那低地国家就是荷兰跟比利时 因为打英国比较容易 那我的问题是请问一下 那美国的国家战略是什么 那台湾的国家战略又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去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很清楚知道 他是以技术 以金融 以专业的能力 我们常讲美国是个paper country 这么跟人家签合约的 301条款 或者利用这个来控制 或者形塑一个国际游戏规则的国家 所以当中国尝试打破游戏规则的时候 拥有霸权的美国 它当然会有很多的意见 那这个会牵涉到意识形态之争 我们对于极权国家 对于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家 它的定义 我们怎么去重新理解 过去呢 开个玩笑讲 我们过去50年半个世纪 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 是 我们是太平又盛世 什么意思呢 50年没有打仗 盛世就是1970年代 石油危机之后 这50年基本上就是一路一帆风顺 我们从零开始 到今天我们很高兴跟大家讲说 台湾今年人均所得 可以到三万五千块美金 甚至我们有机会超过日本 超过韩国 这个事情这50年来 我们很幸运地走过来 那今天大家的重点是半导体 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讲 我们拥有一个半导体产业 基本上有点像种了乐透一样 因为我们只有两千三百万人 如果大家知道 1980年台湾的半导体工业 刚刚在起步的时候 台湾只有一千八百万人 现在是两千三百多万 没错 那一千八百万人的国家 怎么去发展一个世界 大家瞩目 都想分一杯羹的产业 我觉得中间有一些运气 现在我们真正的挑战是 过去二十年 我们是两岸布局 接下来的二十年 我们是要全球布局 因为中美开始有一些 真正的从对立 对峙到对抗 台湾没有选择 台湾必须在中国跟美国之外 找到第三条 我们可以活下来的方法 而且我们要活得很好 就是太平跟盛世 两个同时掌握 我们怎么做到 社长其实是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台湾要走全球化 其实社长是有很多 全球化的实战经验 就您刚刚讲过的 韩国社长也是一个 有很成功的经验 然后我也很巧合了 跟这个社长 我们都来自美国的矽谷 当初这个社长在矽谷 也是有很多 做了很多很棒的一个事件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美国 美国它现在非常积极在处理 这个半导体要去中化 这件事情 那么像是刚刚您讲过 南韩的媒体ET News 他就报道说 他们这个半导体的公司 在接获美国客户要求 要提出这个产地的 这个原产地的证明书 来证明它的产品 没有在中国大陆生产了 可是这个检视 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不只是南韩 就连台湾 还有其他的国际大厂 都是在中国有设厂的 设厂您怎么看待 这场美中晶片战 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 所造成的影响 我想大家很关心CHIP4 晶片四方联盟 这个观念 大家都在看 到底韩国会不会参加 他必须要参加 他必须要参加 而且他被迫会参加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但是他现在当然有个过渡的过程 比如说三星这家公司 全世界的Netflix 有超过四成是在西安生产的 是 那HINIX这家公司 他的DRAM有40%以上 是在无息生产的 是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那边都不能生产了 或者不能出口了 那对三星跟HINIX这两家公司 绝对是个灾难 是 那韩国跟台湾不太一样 台湾的产品比较分散 那韩国的产品是集中在记忆体 记忆体受到的冲击跟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它比较单音化 它比较标准化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记忆体太贵的时候 您手机上的主记忆体 它的容量可以降低 因为生产方他就说 我们原来给你515GB 现在给你256就打对折 那量就可以减少 所以它的调节 不完全是在原厂上面 所以供应商 组装商或者买主 他也可以做一些决定 所以他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但是逻辑IC 就是生产的控制IC这一种的 缺一个就不行 所以您就知道 如果宾市汽车BMW 或者日本的Toyota 它生产汽车少一颗零件 它做不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 差异化的问题 所以韩国很羡慕我们 我们这两个国家的半导体 有很多可以相互参考的地方 老师您现在讲到这个Chifor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被卡住了 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呢 我当然觉得韩国在争取更好的谈判筹码 但是韩国很难避免 它必须被要求 因为到最后 举个例子来讲 中国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上面 为什么站在一边 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 到最后如果真的分两边的时候 那韩国你要选民主国家 还是选集权国家 所以你没有选择 韩国现在会犹豫有几个关键因素 除了产业的需求 您知道去年韩国的出口 半导体出口百分之六十也是卖大陆的 他跟我们一样 因为大陆市场大概就占全世界百分之六十 所以他的问题是市场在那里 他也不能放弃 第二个他工厂在那里 他也不能放弃 第三个更严重的 就是北韩的问题 因为南韩人普现同意 真的能够影响北韩的是中共的政权 所以这个就会牵涉到 彼此之间政治角力的问题 所以对韩国来讲 能撑得越久越好 这是国家战略的问题 第二个他可能没有决策的最后的权利 为什么 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 驻韩美军的副司令官不是说 如果台湾会出现什么问题 驻韩的美军会提供资源 他等于替韩国人讲话 就是说理论上在我的国土 我的部队放在这里 韩国人讲话才算 但是不是 驻韩的美军 是整个韩半岛的 很重要的这个军事力量动员的最后的源头 最近他的司令官又讲了一次嘛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两边的竞争越激烈的时候 到最后大家都必须摊牌 那摊的牌就压力很大 是是是 经济评论家艾迪森他讲的 矽盾 Silicon Shield 来形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实力跟重要性 那么老师您自己也出版过一本东方之盾 讲盾就是一个保护嘛 我们这样子 虽然在我现在在这个我的这个 主播台上是老师出版的另外一本书 我们在讨论过这个台湾半导体产业 现在越强大 也就越能够形成一个保卫台湾的屏障 让中国大陆不敢轻易对台湾动武 可是近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先生 董事长您也曾经跟他 做过他的consultant 跟他上过课的 他最近在接受美国CBS电视台 六十分钟访问的时候 他从两个面向来看这个事情 所以想请教社长 您认为现在中国大陆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看待台积电的存在 我想第一 张忠谋说那个人要考虑什么 你记得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 习近平是用什么心态来做 他的国家战略的布局 但是张董事长讲的意思 其实这是最坏的剧本 大概就是这样子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就是说过去五十年 日本 韩国 台湾 我们以前叫第一岛链 因为美苏冷战对峙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线上面 那现在中美对抗的时候 我们还在第一线 那现在变成科技岛链 不是第一岛链 那我认为科技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半导体 一个是供应链 当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笔电 百分之八十几台湾人做的 百分之九十几的伺服器 台湾人做的 那如果没有台湾生产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没法运作 包括晶片 很多东西在这里面 那现在问题来了 打仗很容易 大陆一个很有名的 我不好讲是谁 智囊一个智库的成员 他就说打仗很容易 收拾残局才是个大问题 假设我们都还是理性的人 我们认为这个仗打下来 十年二十年全世界经济 无法正常运作 全世界会有多少人受害 假设我们是个理性的人 我们就会认为说 这个仗是不该打的 最多最多我们用科技 我们用资金 用资本来运作 来相互对抗 看谁能够取胜 然后把那个竞争的距离 双方的距离拉大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 休息抵得陷阱 这是表示第二名 如果他是第一名 实力的70%的时候 他就想挑战第一名 那如果双方差距拉开一点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假设 我说假设 假设十年以后 大陆经济景气真的不好 连续十年都很不好 那您会怎么看大陆呢 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哇 十四亿人过得不太好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十面埋伏 要不要网开一面 你如果让十四人都 十四亿人都过得不好 压力最大还是台湾 所以我们开始想象 在中间怎么取得 一个适当的平衡 过去大陆经济的发展 绝对跟台湾有关 大家都明白 大陆的电子工业的发展 跟台上到大陆设厂生产 是有关系的 那现在 我这两天又看到 大陆一个院士就在谈 两岸的半导体如果合作 就可以在全世界怎么样 那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你有没有感谢 你有没有谢谢台湾过去 二十年三十年 对于中国基础环境的建设 上面的一些投入 有没有帮助 那就回到真正谁有实力 谁决定这个事情吧 好 谁有实力 半导体这把矽盾 每个国家都想拥有 在现在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就对外表示 就晶片来说 最尖端的技术 必须在美国 他这样子讲 但是现在不是 最尖端的技术是在台湾 那么台湾受到中国 与日俱增的威胁 让美国感到不安 同样因为这个晶片 这个尖端的晶片技术 在台湾而感到 有点不安的 还有美国刚刚来访的 前国务卿蓬佩奥 他日前 他自己在这个华尔街日报 也发表了评论 他提到了这个问题 希望美国可以打造出 自己的细盾 让你怎么看 在美国中国 持续意识形态的缠斗之下 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未来 我只能这样讲 政治人物绝大部分 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思维 就认为说 我把效率做起来 我把技术搞定了 我就可以在中间扮演脚车 我可以取你而代之 这是传统的想法 大家知道 刘德云董事长 在上一个季度的 法说会的时候 他讲了几句话 他说台积电拥有 结构性的优势 什么叫结构性的优势 他有三个结构性的优势 第一个 就是我的技术跟制程能力 是领先的 什么意思呢 台积电虽然这一次 会把资本支出降低 降到360亿美金 但是大概也是接近 台积电2022年营业额的 45%到50之间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干的 就是说如果三星的营业额 只有台积电的三分之一 那台积电投资50% 三星就要投资150才能跟他一样多 是 对不对 台积电如果投资8%的研发预算 那么三星要投资24% 才团队才能跟他一样大 先不要讲技术谁比他领先 就一样平起平坐 所以我会讲一句话 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弯道超车是大家的期待 但是弯道翻车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资源少 你技术又比人家差 那你要用超捷径的方法 那你翻车的几率比较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客户结构的问题 以三星为例 它的客户代工的客户 可能只有百来加 那台积电超过500家 所以我的客户又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5nm 7nm的客户 所以我已经知道 未来两年三年 全世界的主流技术 大概会应用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样的配套 这是第二个部分的优势 第三个部分的优势就是材料设备 整个生态系的配套 比如说台积电可能有几千个IT的工程师 他已经全部布局好了 比如说台积电可能他的研发团队 分成400个团队 每一个团队的分工 他的策略方法是什么 他已经布局好了 这个就是整个ecosystem 或者台积电有一个上游的设计服务公司 叫创意电子 他们整套的整个配合体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如果是ASML 我如果是应用材料 你是全世界最大的客户 我会不配合你吗 当然要配合 当然要配合 所以呢 像ASML 他就把亚太的服务中心 设在我们的龟山 就是我们离机场近一点 我们服务会比较好 这个基地可能可以要服务日本 韩国 上海跟新加坡 所以台湾的地理位置最好 所以大家知道 全世界的贸易 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靠空运 那台湾是百分之四十七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英镑凹磅 进出都是半导体最多 所以牵涉到整个运营体系的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桃園机场是全世界第四大的 航空货运机场 你知道吗 我们自己宝贝在手上 但是大家茫然无知 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Digitimes电子时报的黄庆永社长 非常谢谢社长 谢谢 英特尔执行长 季辛格近来公开的试景 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的地位岌岌可为 我们独家专访到了在金融圈当中 知名的创投大佬黄奇元 来解析这段话 对于半导体的景气 黄奇元认为说最快2023年底 渴望好转 The pace of technology is the fastest of your life Jerisinger, the CEO of Intel, is striving to be the leader of Semiconductor Now he publicly calls TSMC A geopolitically unstable 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He said that Taiwan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chnology supply chain which was in a danger place The world requires geopolitical balance and supply chain with tenacity We have exclusively interviewed Huang Qiyuan to analyze the key points The situation across Taiwan Strait being grim The global inventory pressure of semiconductor has also been overwhelmed The world focuses on every decision that TSMC makes After Wei Zhejia, the president of TSMC issued a letter encouraging his employees to take a leave The whole industry is now anxious about that If it will make influences to material and equipment suppliers Taiwan不能只有台积电 其他的都很重要 大家焦点只有看台积电 没有想到这次美国是整个的产业链 现在大家都在讲去库存 所以必须要把这一波的去库存问题取决掉 所以整个的恢复可能要到2023年底 Undergoing recession of the economy The panel industry is also within the in-depth setback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though The decrease of the TB panel stock It seemed to reach the floor However, it has heard that Innalux Corporation will again encourage its employee to take a leave Innalux Corporation said that This decision was based on the adjustment of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employees' mental health So that such a decision was made to encourage leaves as their own choices But rumor has it that the purchasing manager of Samsung Will come to Taiwan next week To visit AU Optronics and Innalux Corporation Once the supply contract for next year being settled It'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assurance to the market 秋冬是病毒耗发的季节 除了新冠之外 还要防流感 肺炎炼球菌等等 多重感染的话 死亡率可能会增加6到8倍 尤其在9月份开始 陆续出现了许多幼童感染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 两岁以下的个案 几乎都需要住院 严重的话 还要接呼吸器 住家户病房 因此专家提醒 就算是解封了 秋冬这段时间防疫仍然是不能够松懈的 With the border being opened The days of quarantine has been eased From November 7th The positive patients only need to quarantine for 7 plus 0 days Instead of 7 plus 7 If negative Patients are allowed to relieve the self-health monitoring Also Household members are also quarantine-free by 0 plus 7 However, an expert reminds that Let down the guard Because fall and winter are the flu seasons Which hides the risk of multiple infection 呼吸道融合病毒在9月开始 就是大量的上升 尤其在两岁以下小孩 它很容易造成小孩子需要住院 那运气不好的话 有些住院以后 可能需要使用高浓度的氧气 或者甚至短期的使用呼吸器 那就会进交互病房 The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respiratory virus threats to children now According to clinical statistics It takes 10% to 20% among daily clinical patients 新冠只要再占到第二支细菌或病毒 That will提高死亡率 有两倍、三倍、六倍、八倍的都有 With serious symptoms and increased mortality rate Plus immune debt We have encountered the three-month critical period However, due to the post-pandemic relief Most of the restrictions are lifted For some measures that were waste resources They should be adjusted or canceled accordingly From November 7, bo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in public areas Taipei MRT will remove infrared thermos imagers from the stations Following the central policy But TRA, THSR, and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Will not remove it in case of the risk of airtight carts All units are subject to MOTC's instruc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time will be decided after the overall evaluation 陆军航特部一年一度实弹操演 在本周举行 Len续三天进行了类型性的攻击直升机 实弹演练 军方出动了四架Apaqi直升机 以及两架黑鹰直升机 进行空武实弹操演 现场炮声隆隆 Apaqi had been high up in the air Ami at the target area Missile launched Straight forward to the wide circle area in the mountain Precisely hit the target This is the aerial fire drill Of Aviation and Special Forces Command There are more as follows The overwhelming scene by continuous firing sounds from the machine guns Although the drill this time is not open to public Citizen in the neighborhood still can witness it The drill this time includes Apache attack helicopter Black Hawk and Cobra equipped with 13mm firing gun And 2.75 inches per side missiles Except for the Cobra There are Apache and Black Hawk doing daytime and nighttime Live ammunition drill alternatively The purpose of the annual schedule is to make pilots familiar with the route from A to V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aiming skills The importance of overall routing drill is same as the real combat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面对面 我是黄宝慧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MING PAAN